另外,昨天我們講的公教科性教育有下文 竟然會是這樣? 你知道現在特區政府就不可以了 現在就習慣了 所有的反對聲音全部都坐牢了 不是走路就坐牢了,流亡了 現在去到建制派試試跟你善意批評 善意批評是收電話的 善意批評是收電話的 叫你辭職 原來昨天,張恩議員就出來發聲 他就說,有沒有搞錯? 要不要這麼老套? 搞到現在要驗處? 要結婚? 要驗你是否處男處女? 還是找家長來驗? 好像以前是農村社會 找家長來驗,很瘋 這個很明顯不符合主流常人的思維 意思是我們昨天說錯了 你是不是找塔利班做教育局局長? 是不是? 你交材令到成年人都感到廢解 在驗金社會分前分後 都不應該成為別人的道德標準 分前分後性行為都不關你的事 江玉寬剛剛出帖 江玉寬就是寬姐 寬姐剛剛出帖 那他就出帖 不是那個出帖 不是那個出帖 好像做多了 也跟現在的現代社會脫節 量好的道德風氣是需要搞 但不是每次要約罰三章 年輕人是不喜歡這一套 這個就馬上學了那個外交部上身 就令他想起外國 有些男士 因為害怕女朋友被告上法庭 拍拖的時候要簽這些同意書 其實你簽這些同意書 你的愛就打了折扣 愛是怎樣的? 是無條件的 是要講信任的 你要簽承諾書 你就已經變了味 是不是? 這個是 所以其實你看到 他都是說一句這樣的說話 很合理 很合理 是嗎? 但是現在呢 真的 我都說現在沒有公民社會 不是說那些反對 不是說民主派的聲音不罵 總之現在就是不罵 什麼人都不罵 葉劉不罵 現在那些建制派議員 我懶得說你是哪個委任 都不罵得 那麼教育局呢 剛剛就是出了一個聲明 他就說 教導學生怎樣看待性行為 性衝動這些東西 我們昨天都知道了 這些東西呢 他就說 喂 我們是說 教育局 主要是指定 那些什麼 十二至十四歲 那些未成年的初中生 而已 因應他們進入這個青春期 向他們提供性教育課程 一方面呢 是肯定看望 親密關係 是自由發展 自然發展 即是發扶情 知道你會發扶情的 知道你會發情 你會發校 是不是? 同時間呢 又提醒同學 一定要守規矩 要指扶禮 你發校 你都要 發校 不是叫你有禮貌 意思就是說 你都要有些抑制 要有些抑制自己 發校還發校 心裏面發校 管不了你 但是不要發出樣子 好像何太 不要像何馬 何馬都是請你喝湯 他就說 他們有專業的責任 確保課程符合 學生的心智發展 和成熟程度之餘 亦都要顧及社會期望 家長意見 交 哇 即是多少包袱 你拍拖 你立刻要想著 你拍拖還拍拖 社會對你有期望 家長有意見 辦學團體的使命 道德倫理 文化背景 你全部要揹上身 拍拖不是兩個人的事 整個香港的事 是廣泊的 你拍拖的話 你的包袱很大 有法律因素 在性相關的課題裏面 做出合理的判斷 作出負責任 合法和合乎道德的行為 就很應該 雖然社會對婚前性行為有不同意見 但對未成年的學生 都應該充分保護 有些不保護又怎樣 不保護 都可以什麼 都可以成就一個十大父親 不保護 就算婚前性行為又怎樣 我們都見到有些很開心 有些很成功的例子 不可以做特首 不可以做特首 當年有人因為這樣 放棄讀港大工程 然後跑去做十大父親 有些人是差一點的 結果是淚灑雪藏街 那些是純粹玩的 那些不負責任 那些金錢買賣那些 就會這樣 提醒他們 法例對違法的性行為 會嚴厲的處置 強調 這個應該堅決 堅決拒絕婚前性行為 可以提高 學生自我保護意識 起防範作用 以免犯下不可逆轉的過失 影響自己又禍及他人 忠心抱陷 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 怎樣忠心抱陷 你要講例子 對吧 你不是 我們知道有些人可以做特首 那又如何 你不可以這樣 他不應該是一回事 但其實我都說 如果你和這個社會是完全脫節的 你自己一相情願 總之就說 我不是 我都有責任 應該是這樣 應該就要管 其實這個是公教科 他不只是管理性教育 我們知道 因為其實首先 你看一下 回顧一下 我們昨天沒有講完 因為太多了 也都講一下 現在講懂得公教科 你要知道 性教育也是一範的 原來他有十二個單元 整個公教科 有自我理解和生活技能 人際關係和社會共融 理財教育 權利義務 跨越成長挑戰 特區管治 公共財政 香港的經濟表現和人力資源 合乎情子乎禮的親密關係 國家的經濟開放和社會貿易 國家的政治體制 和世界應對全球性的問題 什麼都要你讀 意思就是說 什麼都要管 什麼都要管 其實根本上現在的公教科 和以前的教育理念 是完全相反 以前就是這樣 以前沒有固定的 文章 突然間會突擊你 給你一個題目 然後自由發揮 自己想題目 去辯論 去討論 去討論 以及辯論 以前是這樣 現在不是 免得你想過籠 全部畫了框框給你 在框框裡面 去背 去讀 其實根本上 為什麼要包羅萬有呢 要包羅萬有 是因為 他不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間 是絕對的家長式教育 所以 要管一件事不夠 他要管所有的東西 不可以你有空間 是嗎 就算你想打招 也好 要打招 要看著你 要搞到你很忙 是嗎 忙到 不可以搞事 不可以上街 不可以 搞什麼簽名活動 要這樣 其實就等於一種另類奴役 沒有問題 你現在整個教育制度 都已經是奴隸制 你看到 你看到 瘋到一個點 如果你看一下 楊sir的教育刺針 大哥 去到老師 組會 不可以 戴全視線眼鏡 都夠膽死 你問學生 還有什麼發揮機會 沒有的 沒有發揮機會 最好不要發揮 他怕你自由發揮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那一套什麼 現在ViuTV 那一套 叫做 反起跑線打路 大聯盟 其實這套劇很反動 不是 這套劇 這套劇就是 它是反對那種 按描助長 然後家長式教育 那一套這麼嚴謹的教育 他就是鼓勵你 自由發揮 然後不要給你那麼大壓力 一種這樣的 HAPPY SCHOOL的 一種這樣的教育理念 你拿著 朱欣和 朱欣是醜國 其實是 是啊 朱欣是奸國 其實是 朱欣是奸國 朱欣是大奸狗 你立刻沒有以前的 什麼女神幻想 是啊 你想想 他穿銅軍衣服 在馬德宗面前領你那一刻 沒有啊 沒有啊 你立刻覺得 朱欣是楊潤雄來的 糟糕 根本上是楊潤雄來的 只是套了朱欣的頭套 那套劇我也是值得看的 ViuTV我也很欣賞 因為他拍劇 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嘗試 其實是 他就算是文藝那些 那些題材 那些本身以前是 很戲劇的題材 他都可以放上去 電視裏面播 真的 這裡很厲害 不怕小眾 因為這一堆 是外判劇作來的 在ViuTV的角度 我不會養人 走去拍劇 反過來的就是 你哪些人交個項目給我 我覺得可以的 我就買你一堆劇作來 這個Tieman 我說朱欣是大奸狗 你說他是大騎樓 沒有任何心得的 大騎樓的大奸狗 好像林林那些 這個真的很嚴重 講到這裡 你想想香港讀書 你說多慘 就是回歸家長式教育 這種家長式教育 其實是整個社會管治的一個改革 宏觀點來說 他就要家長式管治 不要問為什麼 你出生 所有事情 很多事情 都跟你想好計劃 他跟你說 大灣區 大把世界 叫你回上去發展 你在香港 讀大學 就要回上去發展 然後 同時間 你會見到很離奇 很矛盾 他又會見到大灣區的人 就加速過來 搶大陸的人才 自己搶到的人才 叫他回去 奇奇怪怪的 其實是 真是換血 現在的網友都在說 香港和現在的管理很混亂的車路士 有什麼分別 以前的車路士是捧自己人的 現在的車路士 是趕走自己人的 是